在笋农同时也是七毒马东里长李文良协助指导下 市议员张耿辉和李文良分别亲手挖出新鲜的绿竹笋 在现场检疫清洗后 植核量一级棒的基隆绿竹笋就可以准备上市 由于基隆生产的绿竹笋非常好吃 一般来说从端午节五月份开始到九月份进入盛产季节 不过李文良表示 今年可能受到气候影响 罕见延迟半个月后才产出 而且量稍微减少 但是绿竹笋的品质应该还算不错 今年到端午节才开始慢慢的生产 而且它的量会减少 过去一般一张地板下去 都是两只三只 现在都一只单只而已 所以说量今年算起来减少两项 减少两项的生产量 当然我们生产生产量少 是对农民有点困难 但是减少 但是它的价格方面比较不辣 像到目前我们还有百五百六百七 像我市场在未来的计划还有百五百六百七 从英年那样不一样 英年那样我们端午节过后就摆取了 大量生产就摆取了 今年未来到现在的计划还很平稳 不过山猪也开始蠢蠢欲动 再加上政府原本提出 装设电网防山猪的构想没有办法实施 因此农友们只能自保 已经向猎人们报案 防止山猪啃食绿竹损 之前两天我就已经有报案了 不是把警察局报案 我们就是把捏山猪的猎人已经报案 报案他开始在准备 准备说也是要开始来捏 开始来捏 因为过去 算过去年 本来市政府就说 有信封要跟中央申请电网的补助 结果这个岸去 没成岸 已经向退岸 所以说 不知道今年又有了 对于损农们的痛苦 身兼机农市休闲农会理事长的市议员张耿辉 也强烈向政府喊话 要想办法保护农友和他们的农作物 因为当初也建议说 我们要鼓励农民 这个加设这个电网 可是成如我们理理长所讲的 报上去没有下文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而且在议会讨论里面也说 相对的也鼓励他们 来布置这个电网 可是人家报上去 结果没下文 我是觉得我们市政府相关单位 真的要加把劲 努力一点 张耿辉进一步表示 如何兼顾保护野生动物 以及农友们的权益都非常重要 以基隆来说 包括山猪 山枪 猴子 以及松鼠 就被基隆农民们 列为四大害 记者 吴俊松 基隆报导 我会继续的 我会继续的 我会继续的